福建舰服役速度加快 004、005号航母也将同时开工 独创颠覆性技术 领先美国至少一代 搭载隐身舰载机、电子弹射器、战力翻倍 福建舰虽然还未真正服役 但海事已尽 因此很多人将其视为中国最强航空母舰 尤其是该航母还开创性地采用了比美国更先进的技术 外界一度大呼不可思议 随着中国海军不断向蓝石海军转型 中国对核动力航母的研发项目也快要进入正轨 据此前造船厂公开发布的 弦号20航母概念图来看 未来中国第五艘航母 即可能是一艘核动力航母 一旦真的建成 那便意味着中国就此成为 全球少数几个有实力建造核航母的国家 同时 它也将极大程度提升中国海军作战能力 成为未来中国海军远海作战的重要支撑力量 本文将结合福建舰的现状 总结中国现有航母作战实力 而后展望未来中国是否真的会建造核航母 以及预测中国五航母阵容 一 美卫星拍到福建舰现状 甲板变化不小 辽宁舰虽然是中国第一艘航母 但事实上 其从服役之后便一直被当作训练舰使用 拍样出大量优秀的成熟舰员和操作手 为之后的山东舰 福建舰乃至004 005号航母奠定了监视基础 可谓是功不可没 出于实战考虑 我国对其进行全面改进 而后在海军节时正式放出消息 这意味着今后中国航母作战群将在天翼元全击手 继辽宁舰之后 中国海军再次传来好消息 据悉 福建舰舰体一次出现明显黑色烟雾 同时 其博位也发生变化 这说明航母辅助动力单元已经展开相关测试工作 从美国知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布的卫星图中也可以看到 福建舰尾部出现五对白色条状物 结合位置判断其极有可能就是阻拦锁 而这无意表明福建舰的阻拦系统正式就位 其实通过对福建舰其他部分的观察也能发现 光学驻降透镜等都已经安装完毕 整体完成度非常高 只剩下最后的进防系统 其外部大棚仍没有拆除迹象 当然即便如此 福建舰的建造速度还是让外界感到惊叹 那么这些进防系统何时才能安装 首先需要明确一点 美国传出的卫星照片拍摄于今年4月23日 现在已经过去一个多月 距离大家猜测的7月1日海事时间节点 还剩一个月 这足以工造船厂完成剩余的西装工作 简单来说 等完成舰上其他外界管路后 该航母很快就能进行海事 而后服役 当福建舰服役后 我国便真正拥有三艘可以用来远洋作战的航母 要知道 三艘航母中吨位最小的辽宁舰 满载排水量都达到6.5万吨 超越印度维克兰特号航母 完全可以被归列为中型航母 眼看福建舰海事在即 更多人开始对下一艘新航母抱有高度期待 纷纷猜测其究竟是常规动力还是核动力航母 如今 两大造船厂先后公开新航母图像 上述疑惑终于有了答案 2.004.005同时安装 5航母阵容确定 有消息称 江南造船厂公众号发布了一篇文章 其中一张配图引起轩然大波 只见图上一艘航母与一艘055图框 关异的是 航母左舰仅有一台升降机 众所周知 福建舰是没有左舰升降机的 这说明图上航母并不属于我国当前任何一艘服役航母 那么 它到底是谁 到这里 这件事就变得开始有意思了 前段时间 大连造船厂也曾公开招标 而后核动力设计研究所中标 这或许意味着 接下来该造船厂将建造一艘核动力航母 而且很可能就是备受期待的004号航母 前号19 结合江南造船厂的一系列动态 我们大致能判断出 其建造的便是005号航母 采用核动力 前号20 两大造船厂先后发布的消息 无意表明中国很可能会同时开造两艘航母 实际上 中电科14所在此之前也曾透露过不少有关中国未来航母的建造计划 从其海报中能看出 19号与20号舰都将采用左衔升降机 对于升降机的设计 福建舰在建造过程中也面临过类似选择 中途甚至还发生停工事件 直到修改设计 缩小水线长宽比后才继续建造 而如今新航母的开舰 有很大可能会在福建舰基础上进行大幅修改设计 拉大水线长宽比或者是延长船头部分 拉开诱弦升降机与电磁弹射器挡研板之间的距离 当然 最关键的一处改动是从长规动力改为核动力 届时舰岛便能后移 为前方控出更多整备区 总而言之 根据官方发布的这些概念图以及相关虚拟海报 竞标公告等消息 我们几乎可以确定未来中国五航母豪华阵容 其分别是从训练舰华丽变身为作战航母的辽宁舰 多次出海执行任务的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山洞舰 即将海事且配备电磁弹射器的福建舰 004号以及005号 尤其是后两艘 不仅会延续福建舰的电磁弹射器设计 还会有隐身舰在机上舰 进一步提升战斗力 此外 055型导弹驱逐舰也会成为其航母作战群的一员 台半航母一起远洋航行 通过建造速度 动力系统 舰载机配置等方面的提升 中国海军也将进一步展示出实力 增强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话语权 三 核反应堆成头等问题 中国能否突破 通常情况下 航空发动机被视为飞机的心脏 同理 反应堆技术也被称为航母心脏 其性能好坏 会直接影响到航母综合作战能力 虽然说常规动力装置是一种更容易实现的航母动力装置 但相比起来 核动力却具有很大发展潜力 其不仅需航能力强 还不需要补给游船 所以 核动力已经成为当今大国制造航母的首选 就拿美国尼米兹级航母为例 其装有二座V4W压水队 每个反应堆都能输出100000马力功率 使用年限达到13年 其中 压水队被广泛用于核动力航母建造中 其工作原理较为简单 类似于锅炉反复烧开水的模式 器件和裂变会产生巨大能量 可对第一回路中的水进行加热 加压 进而将其水温维持在不断加热却不沸腾的状态 之后 这些热水会进入第二回路完成热交换 大量蒸汽推动发动机发电 最终为航母提供源源不断的电力和动力保障 但是 压水堆技术简单 却有着一大弊端 那就是占用空间太大 其中管管道阀门就达到1200多个 运行时需要60多人同时监控 据悉 美国为改善技术缺陷 耗费了不少精力去缩小压水堆体积 在这一背景下 福特级航母完成改进 其管道阀门数量仅保留200个左右 当然 这也带来了另一些问题 比如稳定性差 故障频繁 在这一方面 中国则选择了另一条路 金属堆核技术 全民液态金属冷却反应队 由中国多名知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表示 中国千计堆原型燃料组件及包壳材料实现自主化研发 填补了国内空白 对我国液态金属冷却反应堆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顾名思义 液态金属冷却反应堆主要使用液态金属作为冷却剂 整体体积较小 重要的是 比起美国压水堆而言 中国采用的这种金属堆技术建造难度更大 技术几乎领先美国一代 从技术方面分析 金属堆有两大优势 首先是热电转化率高 若是能够成功运用到航母上 那变着未来中国核动力航母会比美国核航母更加节能 动力更大 其次 金属堆占用空间小 无需多层回路系统 届时 节省出来的空间能部署更多物资或战机 提高航母作战实力 俄罗斯虽然没有将液态金属冷却反应堆创用于航母 但其用于潜艇后和潜艇功率密度提高50%到150% 4.隐身舰载机弹射起飞 战力翻倍 说完动力问题 我们再来看舰载机 事实上 从福建舰开始建造之处 外界就一直对舰载机选择存在着巨大争议 部分人认为 歼35将会成为其主力舰载机 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 歼35迟迟没有传出确定的服役消息 或许登舰仍有困难 到时候 歼35依旧是主力机型 众所周知 歼35是一款专门为航母研制的舰载机 具备强大隐身能力 通过此前流传的相关视频来看 歼35即以采用折叠技术 倾斜双锤尾 性能之强大可用来直接对标美军F35C隐身舰载机 还有消息传出 目前歼35似乎已经完成标准涂装 只是不确定何时会公开服役 相比于歼35 军迷显然对歼15T更为放心 其毕竟是在歼15被基础上研制的 整体性能得到大幅提升 甚至是考虑到福建舰电磁弹射器的设计 歼15T还新增了弹射起飞能力 因此 不管之后会是哪一款歼载机登舰 都将成为航母战力倍增弃 推动战力翻倍 就在福建舰与舰载机如火如荼进行着之际 乘飞传出一大好消息 其表示 已经成功获得双发串连垂直起降飞机的技术专利 虽然美英都有此类战机 但我国的性能要更加稳定和优异 在研发期间 成飞公司结合英美垂发战机优势 不断降低死重和伪留气温 提升战机作战半径与航程 不少军迷大胆猜想 若是该技术用在歼20身上 那中国将拥有一款具备垂直起降功能的隐身五代舰载机 且拥有上舰权 到时候 歼20自然能够发挥出更大作战优势 综合战斗力超越美国现役F35B战斗机 带给敌人巨大威慑 此外 垂直起降板舰20也有很大可能登上两栖攻击舰 将其变为这航母 能更好地应对高强度战斗 五一年造出个法国海军 两种能力见证强大 最为鼓舞人心的事情是 随着造船厂不断传出核航母消息 中国距离五航母时代越来越近了 回顾整个中国海军的发展历程 我们其实能发现 有两种能力正在不断加速发展 其见证了中国海军实力 第一种是体系化能力不断提高 过去 中国因为缺少足过先进的设备以及造舰技术 所以远海作战能力与综合补给方面 受到极大限制 如今 中国航母建造技术与日俱增 各种新型舰船不断下水 这些都表明我国已经极大程度上弥补了技术缺陷 不仅如此 过去短板还升级为现在的长板 补给舰便是典型例子 综合补给舰这一舰种 在近几年频繁被各个军事国家提及 可见其重要性已经越来越明显 虽然多数情况都是和其他作战类舰船一起出航 但所起作用不同 其主要是用来进行燃料 食物 弹药等物资补给 简单形容一下 补给舰其实更像是一艘后勤船 不过 中国海军远洋作战能力得到提升后 这种综合补给舰就预发重要 有了它 航母便能具备持续作战能力 美国很好地践行了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的作战理念 建造出不少综合补给舰 所以说 对中国而言 要想真正拥有远海海军 建造大吨位综合补给舰是相当有必要的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